所以从电源到供放 它不仅是大功率的放大器 更是一套围绕有线无线高保证标准打造的音频处理平台 正是这些看似普通的元件和电路 让它在同价位段轻松拿下双金标认证 音质和可靠性都更有底气 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来到本期的拆解环节 前面我们已经对这款漫步者RG1700BT家 做过试听体验 它的声音表现在500元价位段里 确实对得起老百姓的性价比之选 但是好声音的背后究竟靠的是什么 今天我们就要带大家把这对音箱彻底拆开 从箱底结构到内部电路 从单元用料到工方芯片 逐一揭晓蓝牙链接 APP操控66瓦的功率输出 这些功能亮点背后是不是有扎实的硬件支撑 还是仅仅靠调音来凑 一款价格不到500元的有源音箱 内部究竟是真有两把刷子 还是表面光鲜亮丽 喜欢咱们这种硬核测材视频内容的老铁门 记得一键三连点赞关注投币走起 里面的支持就是咱们更新的动力 接下来我们就全部拆开 一探究竟 首先是把这两个音箱的面罩打开 可以看到喇叭上面所有的螺丝 都是采用的内六角的螺丝 副箱的背后就是一个接线柱 它的功放板被安置在主箱的背面 我们先把它拆下来 功放板一共采用8颗螺丝进行固定 螺丝卸掉以后 我们就可以拿出这个功放板 它是电源和功放板是分开设计的 电源被类置在箱体的底部 这个排线是连接到高低音真一旋钮上面的 我们先把它取下来 这个是电源的连接线 插座上面有红胶进行固定 高低音喇叭的连接线 我们就直接把它剪掉了 225输入 有一个开关进行控制 断开连接线 功放板我们就把它拿下来了 底部有两颗螺丝 这是固定电源的 我们把它卸掉 这个是高低音真音炫耀的一个控制板 咱们把它撬出来 这根排线是连接到 红外遥控的接收器上面的 固定喇叭的所有的螺丝 我们把它卸掉 一共是大小16根 先取出它的中低音 线材上面有缓震泡棉 白色的吸音棉 这个则是1英寸的高音单元 互相的喇叭连接线 我们一样的把它剪掉 两个喇叭都是采用的双磁铁的 副相的高音 这是副相喇叭的连接器 底部有一颗小的PCB 采用的是四线的 高音和低音分开连接的 音箱的两个导向管 材料很厚实 这些就是固定电源的螺丝 这个是电源的本体 可以看到是16.8V的直流输出 30W的功率 外面有一层麦拉片 做绝缘隔离 这个是电源本体 箱体的前面板厚度为12毫米 箱体侧板的厚度为18毫米的板子 加厚的MDF板材 背板的厚度同样是12毫米的板材 所以说整个箱体的做工 是非常扎实的 现在给大家展示一下 我拆下来的这些元器件 请客界的更好的 10毫米的板子 学生吗 东西 我担心了 一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结构紧臭 也正是这种体系化的设计 让它在500元这个价位 能同时兼顾蓝牙 模拟输入 多场景使用 还能保持足够的推力 和干净的底噪 听感比同价位 很多拼凑型的音箱更完整 接下来我们就不停留在外观和参数 而是正式进入它的内部电路和元器件 看看每一部分是如何协同工作的 这才是这台音箱真正有意思的地方 这台系统的电源板 既要给供放足够干净的供电 又要在有线无线两种工作模式下 满足双金标认证的高标准 我们顺着电流走一遍 就能明白它的底气从哪里来 试电进来 先通过深圳梁胜电子的 2A250V管状保险室保护 接着两极扰线式供摩电感 再配东莞伊利加电子的 0.47VIPA 300V安规X2电容 把电网里的干扰尖锋先消掉 然后就是一颗两岸400V的指流桥 把交流整成高压指流 高压侧用的是 一阳安心电子的 648VIPA 400V高压电解滤波 一颗小容量电解给主控芯片 提供偏执电流 控制芯片采用的是 日本瑞萨半导体的IW1710 高频开关驱动 韩国信安半导体 TSF7N60MN-GOSMOS 再通过主变压器隔离降压 低压输出端SR5100消特机二极管整流 两颗一阳安心电子 1000V25V电解 加参谋电感 加购膜电感 继续平滑 把文波压到比较低的水平 这一套下来的好处就是 给供放和信号处理 提供一个干净充足的直流电源 避免大音量下电压塌陷 或者是产生嗡嗡声 供放板是整套异箱的灵魂 也是它能同时拿下 有线和无线双金标认证的技术底气 我们一颗颗原件看过去 就能明白它为什么能在500元价位段 做到这个水平 16.8V输入 加供膜电感 加1000V25V电容 先把外部电源进来的高压电瓶稳住 滤镜干扰 让后端敏感的音频和无线模块 吃到干净稳定的电 北京新洲科技的SCT2332 DC-DC降压芯片 把大电压变成各模块所需要的小电压 减小纹波与发热 为有线高保证输出打下基础 南京威蒙电子的ME61119LDO 超低噪声线性纹压 专攻音频处理区 用来守住性噪笔 这一认证关键指标 每台半导体GH17M两颗 多路纹压分别位给不同子系统 蓝牙模块与公帮互不干扰 保证无线模式和有线模式都能稳定输出 控制与音频信号处理 深圳亚特利电子AT32F421 主控MCU 相当于调度中心 负责模式切换音量曲线 信号路由 确保有线和无线无缝切换 上海恒旋科技BES2600蓝牙音频模块 无线双金标的灵魂 负责蓝牙接收编解码和低延迟传输 保证码流稳定失真小 加新核认电子HT0104电频转换器 跨电压域传输iPhone S、iPhone C的信号 防止逻辑冲突 让多芯片通信更干净可靠 美国德州仪器CD4052B模拟开关 管理多路输入切换 有线无线信号都从这里走 切换不报音不失真 是输入管理的保障 供放与输出滤波 美国德州仪器TAS5805M 数字供放两颗 类自DSP音效处理 加高效低类放大 分别驱动高音低音单元 满足双金标 在功率、失真度、动态范围 三大项的指标 同时做到发热小能效高 470V法 25V电容三颗 加斯音100的合金电感八颗 高层输出LC滤波网络 把第一类开关波形 平滑成高保针模拟波形 降低EMI保护喇叭 也帮助整机通过辐射 与音质测试 所以从电源到供放 它不仅是大功率的放大器 更是一套围绕有线、无线 高保针标准打造的 音频处理平台 正是这些看似普通的元件和电路 让它在同价位段 轻松拿下 双金标认证 音质和可靠性都更有底气 这款漫步者R1700BT家 经过我七八天的试音 和这次完整的拆解 最后来一个总结 先来聊聊视听感受 它整体的听感偏中性平衡 人声清晰明亮 高频延展自然不刺耳 中低频扎实 但不会过于厚重 解析力不错 适合日常听音 办公或者是轻度隐隐于乐 对于喜欢低音轰炸的朋友 它可能列选客制 但对于追求清晰度和整体平衡的用户 这种调音反而更舒服 从这次拆解来看 这款音箱的用料扎实 开关电源的输出和功放电源的输入 都有很好的滤波处理 确保电源的干净稳定 功放芯片采用的是 德州仪器 TAS5805M数字功放 性能稳定可靠 整体的电路布局清晰 电源供放音频处理模块 分区明确 看干扰设计得当 因此它通过了 有线和无线双金标认证 这说明在信号传输和供放稳定性上 都有一定的保证 拆开之后就能明显的看到 厂商在耐用性和长肌稳定性上的考量 而不是简单的对调 购买建议方面 如果你需要一套性价比高 稳定耐用 适合桌面或者小型客厅的音箱系统 这台R11700BT家 可以说是非常合适的选择 它不求极端的低频 也不强调调音的花哨 而是走稳健路线 适合听音乐 看剧 日常娱乐使用 如果你有轻度混音 或者制作需求 也能提供不错的参考监听表现 简单总结 调音平衡 用料扎实 做工可靠 适合大多数家用和办公场景 总之 这台曼谱者R11700BT家 在同家位里 算得上稳扎稳打的代表 性价比高 不会让你买完心理打鼓 喜欢平衡音质 又想要耐用的桌面音箱 这款就必演入吧 测试为了了解 才是为了真相 认真车材客观输出 我是李火车材 非常感谢各位老铁门 一直以来对我这个频道的支持和鼓励 有你们的陪伴 才由我一直拆下去的动力 这期视频谢谢大家观看 咱们下期视频再见